好 接著我們要來看的這個畫面 是出現在今天下午的台北市街頭 為了抗議 政府放任發展石化業 造成污染跟公安事件不斷 彰化環保聯盟今天號召將近萬人 走上台北街頭遊行 他們甚至用雷射光 把石化王國四個字打在總統府上 希望政府的石化政策能夠快點轉彎 反對國光石化的抗議民眾竟問人 拿著布條從台北市東區 最熱鬧的搜購百貨出發 要求政府不要再繼續擴張石化業 更希望國光石化的最大股東 遠東集團快撤資 來自彰化的漁民在身上掛滿蚵殼 呼籲政府不要為了財團 剝奪農漁民的生存權 還有來自雲林麥寮的民眾 痛痞和六情當鄰居 代價就是犧牲健康 和活在公安意外的恐懼中 因此堅決反對繼續蓋石化廠 發起遊行的彰化環保聯盟重申 大家不是反對臺灣有石化業 而是反對石化業繼續擴張 這種威脅農漁民生存 甚至有可能滅絕生態的開發案 如果不轉彎 那人民就用選票來轉彎 石化政策不轉彎 拜託也不會轉彎 他會直接撞上去 所以今天石化政策不轉彎 我們的選票就要轉彎 遊行隊伍最後來到凱達格蘭大道 要讓總統把他們的訴求看個清楚 把石化王國四個字用雷射光打在總統府上 環保團體呼籲政府 不要為了石化業幾十年的短期利益 摧毀了可以永續發展的土地 如果再罔顧環境成本 擴張臺灣的石化王國 就怕最後要付出的代價是石化王國 記者臨近平 陳信龍 林國煌 台北報導